二姐教你们做一款 售价为80多 才12枚的白色恋人饼干 在漫天飘雪的冬季 你找到属于你的恋人了吗 如果没有的话 赶紧带着它去找找吧 对于动态来说 大家可能做饼干的时候 软化黄油是非常的难 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就是将它放进我们的 它有发酵空洞的烤箱 或者是发酵箱里面 设置35度 将它进行提前的一个软化就可以了 这个黄油呢 是我放在发酵箱里面 然后10分钟这个样子 它已经软化好了 我们用打蛋器将它 好 搅拌顺滑 不需要打发 搅拌顺滑后呢 就直接塞入糖粉 糖粉一定要过塞 接着将它们混合 然后搅拌顺滑 搅到开门店糖粉为止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蛋清 那蛋清呢一次性加入 而且蛋清一定要齐情回温 好 不然的话 一进去黄油就会凌固 好 将它们混合就可以了 好 大家可能会发现这个蛋液没有搅匀 其实呢 这个蛋液要分多次加入 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 就是展示了一下 为什么很多朋友说 为什么蛋液要多次加入 因为你不多次加入 它就会混匀 好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将蛋液 好 分4到5次啊 而且每一次加入 一定要将它混匀 再加上一次 不然就会像刚刚那样 你是混不匀的啊 谢谢大家 泪水 实在没力了 来换个毛 拜托 好亏了亏了亏了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比一下 好 左边这个是混合均匀的 右边这个就是没有混合均匀的 对吧 差别还是挺大的 好 现在就塞入我们的低筋面粉 塞好后可以加一点毛毛盐 然后将它们搅拌均匀 好 直接慢慢按压就可以了 很快就会混匀 现在就已经拌好了 看不见面粉 好 我们就可以装在凉花袋里面 我们挤在烤盘上 大家可以把它挤在像这样瓦片的一个模具上面 先挤一点 接着再用这样的弓形磨刀 好 将它抹平 慢慢将它提起来就有非常漂亮的形状了 如果大家家里面没有这种模具呢 我们就直接将它挤在烤盘里面挤 挤圆就可以了 将它挤高一点 好 一会烤的时候自己就会塌下去 好 我们烤上就已经提前预热好了 我是用的风炉150度 如果大家用平度的话可以用170度 好 我就多层煮烤了 好 我就多层煮烤了 时间呢 大概在8到10分钟 然后这个还是要根据大家的上色而言 所以说10秒短可以看着烤 饼干呢 已经微微上色就可以了 我们就将它取出来放凉 接着我们来做馅料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将融化好的巧克力 好 加入到加热好的淡奶油里面 好 分两次加入 好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好 我们将剩余的巧克力加入 将它们搅拌均匀 我们的饼干呢 四四方方呢 我们馅料也需要四四方方 我们也同样用这个模具 将它填满 磨好后呢 我们就将模具取下来 放进冰箱冷藏1到2分钟 然后直至它就是淋住了 我们比较好脱膜就可以了 好 它拿出来是软软的 好 然后接着我们将两片刚刚做好的 好 这个 碎片 叫瓦片吧 好 然后将它合二为一 2加1 然后包在一起 这不是3加2 3加2这个还擦一擦 好 这样呢 就包好了一块 白色恋人饼干 好 我们将白色恋人掰开 感受一下 它是一个酥脆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尝一下 就是黄油的一个香气 然后一个饼干脆脆的 然后加上我们中间的夹心 它是巧克力和淡奶油的一个非常浓郁的香味 并且回味呢 有一点点的咸的味道 好 这样的一个结合是非常的好吃 大家可以适用于最近小零食 或者是我们在假期期间 好 带上它放进背包里面 是非常合适的 像做好的这样的饼干呢 我们可以放在密封罐里面 3到5天是可以的 如果你想再延长它的一个保质器 可以将里面的夹心 直接换成巧克力就可以了 可以保存一个月左右 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今年的第一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祝大家元旦快乐 新年幸福 心想事成吉祥如意 祝大家每天还有甜点吃哦